那沒問題 我們請創教科來到電視牆前面一樣 這件事情呢 我們當然剛剛聊了非常非常多 這個台灣棒球啊 還有蹭棒球蹭到翻車的事情 可是重點來了 我們還是要回到 我們台灣安全戰略面嘛 對不對 插手台海港媒 南韓智庫限冊 要南韓政府主動向美國表態 參與台灣的戰略磋商 所以現在台灣有事 除了日本有事以外 韓國也有事嗎 基本上呢 這個還是跟東京巨大12強有關 是嗎 因為它給了全世界很多的啟示 第一個啟示是什麼 就是不對稱作戰 是會贏的 對不對 我們不對稱作戰嘛 我們的隊員先前去的時候 對不對 不對稱作戰 碰到你 我會贏 只要我的團隊好 我的情勢好 我的配合好 不對稱作戰會贏 第二個呢 你要把人家怎麼樣打倒 玩風 對 我們要玩風 讓他連三年都上不去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看懂了 那現在呢 美國現在馬上三艘航空母艦 對 圍過來是肯 玩風嘛 是 然後玩風之後還不夠 那剩下美國人想說 我一定要撐上去 所以川普又要上來了 對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南韓智庫說 川普大哥要來了 對 我們這個時候 川普就說呢 你南韓駐軍呢 川普認為說 11億 對 美金太少 對 要100億 對 那你這個時候怎麼辦 大哥開口 是 你還跟他討價還價嗎 對 大哥我知道了 11億3我一定把它給你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我願意主動貢獻 是 所以他們說 他們在一個未來戰電研究所 邁向共同任性 對 說鼓吹南韓政府 應該積極表態 台灣有事就是南韓有事 我們要參加戰略九十三 所以其實是 告訴我們說 大哥 不是只有日本 是 我也願意幫忙 然後再過來呢 他們特別想到是 美日台 對 現在已經是一個 區域的聯防了嘛 對 韓國如果在外面呢 所以他怎麼辦呢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 他們想說 這個時候 我們想說 你看台灣有事 到時候美軍也會 可能調過來 是 那金小胖會有蠢豆 但是我主動表態了 所以我保護自己安全 然後 菲律賓也來了 菲律賓也來了 兵兵台海衝突 非有應變計劃 因為他們呢 其實美國 這上次不是在 賽拜賽的時候嗎 多領域部隊 特檢隊 就是他們已經不是 什麼陸戰隊 不是3-1特檢隊了 是一個海陸空 通通可以結合的 然後還有提風系統 可以直接發射標6 然後借了很多個基地 他說我們住在這邊 那台海會有事 我們也會有事 然後怎麼有事呢 我們已經有應變計劃 所以他們呢 你看 所以這個叫做 區域聯防 第一個 左右的 徹底的就是玩風 已經造成 針對日本媒體 披露 美國和日本 下個月就台灣有事 要制定 聯合軍事計劃 這個聯合軍事計劃 也包含 菲律賓在內 對啊 所以就玩風了 所以這裡面 我們就只想看了一個事情 有一件事情 就看出它的一個特殊性 對 這個叫做什麼 過去的時候 我們講第一島鏈對不對 對 第一島鏈的目的是什麼 防禦 是 現在第一島鏈的目的是什麼 攻擊 所以我們會看到 後面的整個是攻擊了 為什麼是攻擊 你要看到的是 我們再次在烏克蘭這邊 很強的是什麼 這張圖很漂亮 海馬斯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這個 以前的第一島鏈 是我們防禦你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這第一島鏈出來是 300公里之內 對 你任何的船艦 任何的狀況 我通通把你 因為擊殺全部連線 台灣 日本 跟駐菲律賓的美軍 都是海馬式火箭彈 你要從這邊 從日本這邊一路下來 鹿兒島 什麼什麼 延美大島 釣魚台什麼的 一直到這邊 一直到巴士海峽 全部都連起來了 你根本沒辦法越雷之一步 然後這個東西 除了提風系統 放在整個菲律賓之外 然後在整個琉球這邊 也有提風系統之外 對 後面的海馬式火箭 你要萬船齊發 對不對 對 你要整個攻擊的時候 我讓你出來 提風打大船 海馬式打小船 提風還可以打飛彈 是 提風的標流 還可以把飛彈 還可以飛機 然後可以打架 然後這300公里之內 你根本就攻不住來 是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因為這條線 整個出來之後 你知道會出現 一個戰略上 而且都是海馬式 所以所有雷達系統 都連動 那所有資料共產 對不對 所以共軍 第一波從平潭這邊 攻入了 讓我們自己守 對 然後第一波下來 那後面的船艦 可能要繞過來 壓制我們的加山基地 壓制我們的 那個什麼狀況的時候 這些船艦 一燒也過不來 對 這個東西就是 讓你絕對 頂多到二壘 三壘你是永遠到不了 是 所以美國就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在這個時候 下個月 美國就要去談的是 濱海作戰團 現在濱海作戰團 他們打算有三團 它要從鹿兒島 沖省線 一定要延伸到 台灣的島鏈 而且你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都是海馬式 有一個關鍵 因為武器系統 我們都熟 是 我雖然是菲律賓軍隊 對 我雖然是美國軍隊 我雖然是日本軍隊 台灣軍隊 我們都熟 對 然後都熟 然後通訊系統 我們都了解 對 資料系統 我們都看得懂 對 那結果關鍵是什麼 武器不要運 人到就 所以這個濱海 武器都現成 所以它才趕快寫給台灣11套 對 武器大家都會了 對 大家都會操作了 對 不需要新手 不要像F-16 還有半年送到英國去收訓 對 武器為什麼做這個 為什麼全部是海馬式 後面 其實我們更要安心的是 350架F-345 所以這個叫做 玩風系統已經形成了 感覺台灣越來越安全起來 剛聽周大哥講的 這個五六分鐘 整個心都穩定下來 兩件事情先來說 第一個 館長陳志涵講得太細了 通常台灣的話 分成大盤 中盤 小盤 那因為每一個盤 一個大盤過去 大概在1000萬到3000萬之間 它就是一個大盤 那我就把它切根成10個部分 分成10個中盤 那10個中盤之後 就在100萬到300萬之間 館長就是中盤 我再猜他說 他看到拳力打出去 心臟都快跳出來 明天就要跑路了 有可能是中盤 可是他自己有承認說 他一場就被倒300 400萬 他說他那一場被倒400萬 那就是中盤 後來中家對他 就抽水壓管 這個叫什麼 這高台貴手 後面就說叫他付200萬好了 後面就是400萬 付200萬 這個典型的 所謂的兄弟式的一個做法 因為兄弟賭博輸錢 不會付全額 一般都是付30%到50% 是嗎 這個是市場的規矩 那他有談論到太多 所以簡單的說 露出了太多的一個馬腳 所以這我先講 陳善你不能裝成是賭客 你如果只是下注的 沒有他已經說 他有拿水錢了 對 不是下注的賭客 有時候 你說小賭移情也好 你說台灣人 或是很多人 也不是台灣人 全世界人都愛賭 這都通 可是當你做到賭盤 而且是中盤 沒有他已經說 他曾經靠水錢賺錢了 他就說他是主頭 那好 主頭就有分 大主頭 中主頭 小主頭 他的規模一場三四百萬 那就是中主頭 對 中主頭就是大盤 能夠撐得起來 就是靠這些中主頭 十個五個中主頭撐起來 他其實就是台灣職棒 千主的幫兇 那時候到底涉入到哪邊 不曉得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的職棒 曾經兩次被整個職棒牽毒 給毀滅過 好 回頭來談陳志涵 陳志涵想蹭 可是陳志涵蹭了 他又知道 他出來蹭一定沒畫面 所以昨天呢 鋌而走險 講句實在話 純粹就廣告學 他那個方法 行銷學廣告學 他那個是好招 弄了一個台灣英雄 可是沒有頭 他如果今天弄了一個正常的 沒有人討論他 他今天也沒有話語 但回歸到一開始 就跟各位說的 那個時候 柯文哲怎麼說陳志涵的 你就是給我出去拼 你就是給我出去打 所以我們後面才可以發現 他們的主要發言人 跟一個不是那麼重要的發言人 為什麼後面不敢到 正常的場面來 跟大家互相的來角鬥一下 每次都自說自話啊 每次都自說自話啊 但是呢 再跟各位說 在整個網路的世界 不管是好的聲量 不管是壞的聲量 只要有聲量 就是他贏了 是啊 但是確定他贏嗎 要確定耶 你在台灣社會 因為你要活得下去耶 對不對 我就不相信陳勝 現在走在路上 會不會有人跟他吐口水 我覺得真的會 你做人沒有底線成這樣嘛 對不對